2017年,美国对进入本国市场的大疆无人机提出网络安全性质疑 今年10月,美国才正式出台对公款购机的限制性条例 此前三年,官方的禁用意见仅停留在讲话层面 真正落实的似乎只有当局内部停飞转场的800余架无人机 大到美国特种部队,小到地方消防作业都离不开大疆无人机的协助 小小的无人机对美国军事民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疆是怎么做到的呢? 2020年,就像苹果和三星仍能在世界手机市场上分得最大份的蛋糕 我国无人机行业思起大疆也持续占有着世界第一的无人机市场份额 2018年10月,时代周刊整理收录的第一份《50个世界最杰出公司名单》中 大疆赫然在列,独占全球无人机的市场份额的72% 从4999美元的重型无人机经纬到399美元的掌心无人机小等诸多产品的行业市场表现来看 每一次新品发布都兼具引领行业标准的效果 大疆也因而被誉为民府其实的四旋翼飞行旗之王 到2019年11月,金融时报报道显示 大疆较去年营业额同比增长80% 全球市场份额基本延续去年,约占70% 今年3月,日经亚洲网文章显示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 基于大疆聚焦中国和欧洲的2021年度营销策略 北美欧洲无人机市场消费将增长10%至20% 而中国本土市场消费将增长40%至50% 其中,消费级无人机销量增加30%至40% 业内分析人士,未来几年 大疆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上将延续竞争性定价策略 但鉴于其稳固的市场主导地位 在市场预期增长中,仍能凭借成本控制和价格优势获得相应收益 以上所有成就都发生在五角大牢宣布禁用中国大疆无人机之后 也就是说,美国的决策可能给大疆公司经营带来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连美国空军海军都无法完全遵照五角大牢的指示形式 禁令在2018年5月,由当时的国防部长帕特·沙纳涵发布 以网络安全漏洞为由,禁止购买使用所有商业化无人机成品 禁令的依据来自于2017年洛杉矶海关执法办的一点提醒 办公室对于大疆通过其出口无人机获取美国关键信息 包括基础设施和执法数据等持有中等信心 即有可靠且可信的情报来源 但情报质量和真实性无法保证更高程度的可信度 也就是美国时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接到可靠情报 当时美国国防裁办部副部长艾伦·洛德对记者说 众所周知,很多信息都可能是从无人机的数据库中传回中国的 所以我们没法用 然而就像2017年提出猜想到法案颁布都花了一年时间 颁布到落实或许会更久 对此,胡角大楼声明称 在不同情况下,裁办部办公室拥有特殊豁免权 为应对紧急需求是否购买使用商用无人机整机是情况而定 因为小小的无人机就能影响到美国国防的方方面面 美国海军空军在2018年8月和11月 看情况在大家无人机身上分别投入了近19万美元 近5万美元的裁办费用 其中空军买的是35架大江U-PRO 而海军买的是出场不详的物系列无人机 确然是一次真相领悟 今证实,这一大笔大江采办 是由美国佛罗里达州空中作战第24特种联队 和印第安那州水面作战部共同购置的 第24联队负责全球部署、精确打击、人员恢复等监督 联队当时已经部署了15架大江无人机 并警告称,如果弃用该无人机系统 势便影响软件和光学系统的开发速度 同时表示,军方已经开发了某种软件 以消除大江U-PRO据说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 连络少将詹尼弗·伯格内格拉 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时 对此次交易做出如上解说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 这一解决问题的网络安全软件的详细信息 需要保密,不便透露 从另一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小小的假设 像这类无法提供佐证 只限于言语保证的情况 假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海军水上作战部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直接拒绝提供更多的购买信息 问几次,拒绝几次 这一对比,真好像一个渣男,一个直男 现役美军陆军军官布拉德利·鲍曼称 此次防务交易是一次危险而无畏的豪赌 期待进一步的国会调查 但它的关注点并不在无人机市场 或军备购置的保护主义上 而是指出一个需要重视的现象 没有大江无人机 美国的海军空军就无法完成保卫家园的任务 无法在任务结束后安全撤退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鲍曼同时还是民主防御基金会 主要研究美国国防战略的高管 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 而后,次年6月11日 大江无人机即使在美国不受待遣 面对无情的大火 依然展现出了最专业的救援能力 以及最无私的人文关怀 加利福尼亚,福利蒙托市 当日发生的火灾 在该市消防局配备的14架大江无人机 携带水袋、红外台则功能的帮助下 于大火中救出了一名农养儿童 据了解,该部门和大江合作 将无人机和软件用于救援和训练 消防局业务部主管杰夫·克莱文表示 大江无人机的技术 高效安全地在消防作业中挽救更多的生命 未来每辆消防车都将携带 这样一架无人机配合工作 造福民众 这也是我国民营企业大江创立的起点初心 面向群众、立足群众 广方应用于航空摄影和录像 同时设计制作相关飞行平台 推进系统和飞机控制系统 由于相关性能可靠 表现优异 长期受到军警使用者欢迎 克莱文也回应了 美国国土安全部对数据信息安全的忧虑 称 我们非常清楚这个老生常谈的指控 我们有很多方法 对数据操作本地化防丢失 可以离线就离线 隔离系统数据 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弗利蒙特市的救灾情况 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事实 美国各州各自为政的现实 注定了五角大楼的指令 并不能完整地传达给美国州长的心理眼里 2020年1月 美国内政部停飞约800架大疆无人机 但当年3月为止 大疆仍占据美国无人机 约77%的市场份额 其他公司的份额无疑超过4% 尽管美国当局明确表示 不认可大疆在内部使用的安全性 但是2020年以来 各地方联邦机构仍在试用大疆产品 今年10月 美国司法机构宣布了 禁用联邦资金购买大疆产品的决定 虽然无人机就监视功能而言 必须要许多授权的手机要强得多 而且在数码相机世界网站上 大疆域Air2全方位摄影最佳无人机 还荣登2020年十大拍照无人机榜首 美国电子技术消费网站 计算机网络 9月26日 也将大疆的两款域系列无人机 收入2020年最佳无人机的列表中 其中包括域Air2 以及最适合大多数人的无人机域迷你 是什么让大疆强大到这种程度 拥有如此广泛的用户市场 和一如既往的支持与用户呢 日经中文网9月11日文章 通过拆卸YuAir2 分析了一波大疆技术层面的竞争力 这也是美国屡禁不能止的原因 文章认为大疆成功的灭绝在于 将电子产品上酒精检验 易于采购的组件 转而用在无人机身上 例证就是 一架无人机的230种零件中 80%含金量都包含在通用型号的配件中 比如摄像头是智能手机所使用的高端配置 全球定位系统也同样适用于智能手表 专用零部件也只是半导体灯控制飞行的零件 除电磁摄像头这类造价不低的部分以外 超过10美元的部件很少 但这样的成本控制 完全没有影响大疆无人机的高清画质 跟踪和闭上等功能 实验中最远控制半径达到6公里 可使用无线影像传输功能的范围半径 是同类产品的5倍左右 此外 软件技术不断完善 从最初的并无成熟的飞行控制 三年左右就实现了技术飞跃 令人刮目相看 在日本统计得到的专利数量为185件 位类第一 甩出第二名两倍之多 就U-L2主要零部件而言 存储装置 摄像头 存储器来自韩国 通信电源来自美国 GPS使用的是瑞士产品 所以日本研究员表示 未来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美国技术制裁的目标 这也为我们提了醒 大疆产品虽然并非专用的军事企业 而是私人经营 偶尔收到军警订单 并成长为世界无人机市场上的领头羊 但是我们的内心 绝不希望大疆像羔羊一样迷茫 甚至是任人宰割 所以技术自主刻不容缓 国有化进程不容忽视 经济发展之后 我们还是需要技术安全来保障国家安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